乌克兰跟俄国开战以来 终于头一次在联合国的调整之下 坐下来签署了一项重大协议 协议内容就是俄国同意解除对于黑海港口的军事封锁 让那里码头仓库里面所囤积了上千万顿的粮食 如今终于可以上船输往海外 以解决此刻全世界所面临的严重粮食危机 当然这是双方获得其力 因为俄国人自己的粮食以及肥料也可以开始输出了 但斯福尔舍意味着双方可能未来会走向谈判桌 来谈真正的停火跟和平呢 此刻双方的态度都很坚硬 没有任何和解的迹象 从2月24号这场战争开打到今天 整整刚好是5个月 下一步如何发展 美国跟英国的情报社长最近共同在美国出席一项论坛 他们提出了共同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他们评估目前俄军的阵亡人数达到了15000人 加上伤的目前整个的死伤官兵总数达到6万人 数字相当庞大 因此俄国目前急需要后勤的重新整装以及人员的增加 因此此刻如果乌克兰要反攻 西方国家愿意提供好的军事武器 此刻正是最好时机 而乌克兰未来几个月最好也有获胜的机会 至少让这场战争显示它不是可能会输 西方国家才有继续支持的理由 双方未来真走上谈判桌 乌克兰也可能渴望取得更好的筹码 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没实现 拖到冬天 俄国人以它庞大的军力跟国家的资源 它必然在消耗战上会取得胜利 到时候失败的就将必然是乌克兰的惨败命 英美情报社长还提供重要的看法 就是此刻未来的战局发展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正在密切的观察 希望从这场战事中取得教训跟经验 如果未来战事是对恶国有利的话 可能会助长中国考虑在台海有动武的可能 这就是未来可能的局势发展 至于目前的情况跟未来之间 目前进行如何 我们到战场去看 弹射起飞加发出怒吼声 一架无人机冒出火花 高速直冲天际 号称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机航空母舰 战斗群只要将驱逐舰或两栖登陆舰 稍微改装 就能让无人机起飞 甚至国产潜舰也能作为发射平台 完全不需要飞行甲板 更声称一艘军舰能搭载50架无人机 利用攜带的精准飞弹 小巧的无人机就能有强大杀伤力 一栏国营电视台大篇幅报导这项创举 除了炫耀之外 如今更有可能让恶乌战局改观 因为此时俄乌战争正值开达五个月 俄国总统普丁第二次离开家门 远道访问伊朗 除了参加俄国土耳其与伊朗三国领袖高峰会 讨论伊朗和谐定语叙利亚问题 也和刚上任不久的伊朗总统莱西举行双边会谈 俄乌战争爆发后 普丁遭到国际社会孤立 原本铁打的盟友中国也保持距离 因此转向也遭到美国制裁 更有可能抽味相投的伊朗来取暖 企图建立恶义友好轴心 不过更重要的目的可能是这个 这是伊朗空军的S129无人机 功能相当于美军最精良的MQ-1 掠夺者无人攻击机 作战半径可达1700公里 能够挂载飞弹或炸弹 对地面或海上目标 发动殖民攻击 美国情报显示 俄国官员曾在6月与7月 两度访问伊朗空军基地 观摩具备作战能力的无人机 外船可能购买数百架 除了S129之外 也看中了装备更精密 航程更远 并具备逆踪功能的S191 美国执政历历 伊朗政府批评 说法毫无根据 但能够成立专属无人机舰队 证明实力不容小觑 也才能够获得俄国青睐 对抗乌克兰部队 经过10天的停顿 重整部队战力之后 俄军在17号恢复 对乌冬战区的攻击 作战方式还是一成不变 先用强大炮火 彻底破坏乌军阵地 然后才大举回军进攻 俄军目前首要目标是 乌冬重镇斯拉夫·杨斯克 只要夺下这个有10万人口城市 乌冬地区将成为当中之物 第二阶段特殊军事行动目标 将大致底定 俄国国防部长萧一谷 更在乌冬开打前 下令全线部队加强行动 以防乌军反攻 也要求优先摧毁 最让俄军头痛的 长城火箭与火炮武器 甚至还亲自前往 乌冬前线视察 提振部队士气 外交部长拉夫·洛夫 引来一搭一唱 严重警报西方国家 如果再提供乌军海马斯 夺管火箭炮等常射程武器 二军机攻范围 可能将不再陷于乌冬地区 在度过战争初期的混乱场面后 如今普丁已有更清楚的计划 他的如意算盘是战争 如果能拖到冬季 就能赢取最后的胜利 美国情报单位估计 有一万五千名俄军阵亡 受伤则是三倍达到四万五千人 乌军的伤亡人数 也大致和俄军相当 等于十分之一的正规部队 失去作战能力 为何坚持到冬天 就会获胜 因为普丁相信 届时欧洲国家 因为依赖俄国供应天然气 对乌克兰的支持 就会开始动摇 康俄联盟可能因此崩溃 普丁的另一个计谋是 只要战事拖到冬季 乌克兰内部可能会出现分裂 要求结束战争的声音会变大 逼迫总统泽文斯基主动投降 如此一来进行停火谈判时 俄国就会处于绝对优势 甚至可永久占领 掠夺的乌克兰领土 你看普丁轨迹可能得逞 乌克兰政府高层如热锅蚂蚁 总统府幕僚长伊尔马克呼吁 必须尽快在冬天前结束战争 希望国家要加快提供武器 第一夫人欧莲娜战后首度 踏出国境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要求更多的军事援助 我现在要求您的事情 我请您的武器 武器不是因为 让不是让人平均 过于第一夫人居然要放下身段 向其他国家乞讨武器 可见乌克兰战况真的吃紧 狐漏偏逢连夜雨 泽文斯基内阁传出背叛 与检察总长维尼迪托娃安全局长巴卡诺夫 传因勾结俄罗斯双双遭开除 不定要让乌克兰政府分工离析 泽文斯基自行垮台的阴谋似乎逐渐成真 战争如果真的拖到冬天 乌克兰还有机会返回地城吗 未来三四个月将是输赢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